下完雨这海水不怎么拦了 有点浑 你看这海了吗 地中海 让我想起了太平洋 想起了日本 是吧 这个福岛核电站 因为发生了地震和海啸 它就发生了核泄漏 可是现在人家这个排放的 这个所谓的处理水 也不叫核废水吧 就叫核处理水 没毛病啊 对吧 中国的那个派了一个 副部级的叫刘华吧 1972年出生的 祖籍是山东郡城 北京出生的 你看他这个北京出生的 基本上他们家有可能是干部 是吧 这个 环保部 环境保护部的副部长 国家核安全局的局长 还在中科院当过副院长吧 反正是这种学术类的官僚 技术官僚 在这学术口是当官的 对吧 他也签字了 还有韩国的专家也签字了 没毛病啊 然后中国的中央电视台 是吧 然后外交部 这个副部长 又接见孙卫东吧 又接见了 会见了 又让那个日本的大使 叫什么锤秀夫 表达强烈抗议 这不是装孙子吗 这不叫儿媳妇大肚子装孙子吗 对吧 明明人家没毛病啊 对吧 人家都达到标准了 是那个国际原子能机构 是联合国下属的一个机构 他已经派了一个专家组 对吧 派了一个专家组到这来 到日本去 要不行就不让他放 实际上 中国的秦山核电站 大亚湾核电站 什么红岩河核电站 中国好像都有十来个核电站吧 从北到南 然后 中国的排放标准 在没有发生核泄漏 没有地震 海啸 没有天灾人祸的情况下 都是人家日本的五倍 五倍或者十倍 是吧 你有什么脸还说人家 对吧 我觉得 非常的不可理喻 现在不是说吗 小事 小事靠明星 什么吴亦凡呀 什么黄海波呀 什么嫖娼啊 卖银呀 是吧 小事靠明星 大事靠日本 是吧 再大的事就得靠美国 啊 美国 啊 亡我之心不死 亡我之心不死 亡党亡国 人家说了 亡的是 亡八蛋 亡的是亡八蛋啊 亡的是腐败分子 是他们权贵 对吧 你们呀那欺压中国人 对吧 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 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 对吧 大唐朝灭亡了 大隋朝 大宋朝 是吧 大辽国 大金国 后金 大元 大明 大清 是吧 他灭亡了 跟老百姓有屁关系啊 老百姓该吃三顿饭 还得吃